我刚刚在逛展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展区 我旁边的这位是小鹏汽车的公共事务部的廖总 你好 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欢迎来到小鹏汽车 请大家跟着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品牌 小鹏汽车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展呢 小鹏汽车是一家国内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的设计和制造商 它也是一个融合了前沿互联网额人工智能创新的科技公司 小鹏汽车呢 旗下有五款产品 那我们也实现了这个生产销售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军装国家 论跟论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中国制造的领先的新能源汽车 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展会 那我们这个展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把旗下的五款车型都带到了 这次展会上 所以我想特别给您介绍这一款车 我们的小鹏巨酒 可以邀请您上车体验一下吗 好可以 请上车 我到副驾给您介绍 坐进来感觉什么 非常舒服 刚坐进来的时候 车已经开始给我按摩了 然后音响也得到了一个非常调试 对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小鹏巨酒呢 它是一款面向全球市场设计的车型 它也是遵循中国跟欧盟的双五星标准的这个要求 然后呢 它也是国内首款搭载近于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的量产车 同时呢 它也是行业内首款能够实现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 那您看到这个车型它总共有21个扬声器 然后它也能够支持7点1点4声道和杜比的纯景声 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沉浸式的音乐体验 这个小鹏车型呢都标配了这个智能的这个语音交互 它甚至可以免唤醒词 你就可以让小P执行你的命令 比如说关闭主驾车窗 小鹏汽车 他不用叫他 不需要叫他 你直接可以下命令 打开主驾车窗 打开主驾车窗 正在帮你开主驾车窗 哇哦 很先进 是 而且它有每个座位都有实音区 每个座位的人都可以跟小P下达指令 然后也可以同时下达指令 不过它能够智能的识别 那我们的座椅啊 还有就是是所有的座椅都可以按摩和加热 什么吗 我看到它已经在给我一直按摩到现在 标配了 这是主驾跟这个副驾是有这个座椅按摩的 然后它的您手皮肤接触到的部分呢 它都是用NAPA的真皮来包裹 它也是有一个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咱们这款车是纯电吗 还是 是纯电的 它是 嗯 是一款这个智能四驱的纯电旗舰SUV 嗯 它有这个570有650跟702三个版本的续航 嗯 是 我看这个天窗是全天井的 是 它是一块进口的隔热玻璃 嗯 然后它能实现这个高超高的强度 以及非常好的透光率 是的 嗯 那会不会很晒 嗯 它本身能够隔绝199的紫外线 嗯 所以它不会晒伤皮肤 嗯 您最喜欢这款车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首先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大5座的空间 嗯 然后它又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智能的驾驶辅助系统 嗯 然后它全车也很先进 所以 这是一款702续航的后驱版本 它提供了四种的驾驶模式 嗯 标准舒适运动的极客 极客的模式就是它是一种 可以让你个性化定制它的驾驶功能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 你可以深度的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定制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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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驾驶的个人习惯 嗯 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选项 嗯 你可以选择更强的动力响应 能量回收等级可以调 嗯 然后这个车辆的动态控制你可以调 然后反向盘的转向助力可以调 嗯 悬挂高度可以调 因为它是一个智能的双腔空气悬挂 嗯 所以可以调节车身高度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悬挂的阻移可以调 嗯 然后这个车辆的这个松的电门的就是怠速的车速你可以调 嗯 那这些都可以调节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车上搭载的31个传感器 它能够自动的识别车周围的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物体或者或者说这个人 好 包括一些两轮车啊电动车的交通参与的这些东西 按方向盘滚轮和左右键可调节后视镜角度 到车下方后也可调节 这个就 这样可以打开是吧 这个是倒车的时候它会自动折叠 它自动下翻 这个是后视镜 按方向盘滚轮和左右键可调节后视镜角度 到车下方后也可调节 然后这个代驾路是什么 哦就是那个功能 嗯 然后然后这个是主主页 对 这是跟车辆有关的 还有还有驾驶不是我这个车灯 嗯 然后自动辅助就是跟 就是跟那个自动和驾驶有关的功能 也都可以可以自己打开或者关闭 它有个AI代价很好 是挺挺有趣的 就是它能够把你最熟悉的路线 记录下来 然后呢 它就可以代替你来开这段路线了 嗯 这个屏幕是什么 这个屏幕是个乘客屏 嗯 嗯 当乘客有需要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打开 然后它也不会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嗯 它的反观它是它主要是偏向我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 你可以有些娱乐功能 像打开爱奇艺之类的 嗯 那我副驾就可以玩我的 主驾就开车 对 而且这有个 防那个 对防旋木之类的角度 而且我在这个角度是看不到那个屏 我觉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是 它是个双向都可以打开的 哦 哦 这个好 对 两边都可以看 对 非常的人性化 这个车颜色有几个呀 只有这边 它这个无框的这个车门 就是没有一个框 嗯 这是一个 比较运动型这个车辆的标配吧 嗯 我感觉蛮时尚的这个造型 它这个是一个隐藏式的能把手 嗯 可以减小风阻 增加续航 嗯 然后它标配的是245 45 21的一个比其林的精英轮胎 嗯 一个运动型的轮斧 嗯 它标配的一个 智能双签的空气悬挂 哦 原来在这里 对 它可以自动的降低高度 你车速提高以后 它会自动把车身降低 车身的高度降下来 然后让车身更安全 嗯 嗯 然后 哇空间很大 它有一个很大的 600多升的一个行李舱空间 嗯 它的这个低音单元 然后您可以控制 在这边可以控制车身的高度的降低和 嗯 身高 嗯 身高 对拍身高 很方便女性和小孩搬东西啊什么的 我看每一个车窗 它都是这样子就是很酷 我觉得 对没有宽的车是看起来挺酷的 对没有宽的车门 而且它还配备一个电锡门的功能 你再轻轻关门就行 它会把它吸进去 挺好 这样不会损坏 那个车的那个光明 对对就不用框一下 还有这个电锡门的功能 对挺好 是然后它在车身都布满了这个传感器 嗯 这个能够这个能够防止这个旁边的车辆加塞 就是靠这个传感器 嗯 明白 是 然后呢 它配备了一个这个小盆光谱的这么一个 这个一体式的这个这个灯带 然后它的大灯是在这边 两个机关的矩正大灯 然后它标配了一个机关雷达 这个就是实现这个小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 秘密勇气 明白明白 对对 它一左一右两个 嗯 然后还搭配了英伟达的这个欧伦的芯片 达到508的算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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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公里 低至一毛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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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大呀 这是七座的车啊 好大呀 外观看起来不是特别大 咱们坐上去看一眼 咱们坐上去看一眼 嗯 哇 哇 这内饰非常的好看 而且是木质系的 都是皮质呢 还 我感觉现在中国的汽车品牌做的是越来越好了 这个体验感非常的舒服 配色也是 它这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做的也非常的别致你看到没 像一个两个小风火轮 我发现这台车的这个中控这边非常的舒服 还有储物的这个空间也很多 还有这个操控的这个 不错 整体感觉非常的 还是很环保的 看完了小鹏汽车和东风汽车呢 我们来到了今天展会的最后一个汽车品牌的展台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比亚迪 但是大家会不会发现 今天这个展台的比亚迪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好 你好 能不能先给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 东部战区福建大区徐建阳 我刚刚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展馆的这个比亚迪 跟我们所普遍看到的不太一样 因为目前比亚迪整体的产品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燃油车了 它现在目前所有的产品只有新能源 所以你能看到的整个展馆里 这个比亚迪展台的话 就是全是新能源产品 跟传统的这个燃油车产品的话 可能在你感官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你觉得我们这个展台 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最大的亮点肯定是我们主推的这个 今年主推的海豹DMI 这个海豹DMI的话 是我们今年9月份上市的一个新产品 也是目前我们比亚迪海洋网 首款B加级的一个超混轿车 什么叫B加级 B加级就是尺寸 在我们汽车行业的话 会通过A B C D 这几个数字来定义这个产品的尺寸类别 这个像我们目前主流市面上主流的这个B级车的尺寸 基本都在4米8的车长 轴距基本是2米8多这么一个尺寸 那我们这款海豹DMI的话 是能做到4米98的车长 以及2米9的轴距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义成B加级的产品 你也可以坐到车内感受一下 我在车里附驾给您做一个讲解 好 谢谢 哇 果然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对 您坐进来的话 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整车的这个 有一个环绕式的这种包围感 对 那你所见的 所能见的 所触碰到的这些空间材质 都能给你带来这个一个比较强的质感 我们车上的话有好几种材质 这个一种这个真皮的材质 一个玻尼木纹的 还有一个防脊皮的 就这些这些材质 能给你有一个质感上的提升 跟这个主流的这个合资的B级车相比的话 那我们那个目前作为一款新能源产品的话 就是无线充电是必不可少的 那这两个面板的话 就是我们两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充电功率可以达到50瓦的这么一个充电功率 那50瓦现在是目前 市面上所有新能源产品的无线充电中 充电可以算是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充电效率 我看这个设计的也很别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车的挡霸 那这个挡霸的话 我们有个专属的名字叫海洋之心 这个整体的造型也是晶莹剔透的 那我们整个车内的话 这个也是配备的目前新能源汽车 主流的这么一个智能上下垫的这么一个系统 就以前传统的燃霸车 你一定要按这个启动键 或者这个停止键 那你才能启动或者这个熄火 那这个车的话是 你上车直接挂挡 踩刹车直接挂挡 它启动就可以走了 你下车锁车 那它就自动熄火了 有这么一个智能上下垫的这么一个功能 明白明白 那全车的话标配的话 就是最低也标配了11个安全气囊 就为了防止这个出事故的时候 这个对乘客有一个这个全方面的保护 这个系统的话是我们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系统 它有一个名字叫Delink系统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由比亚迪自主研发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做任何的这个车辆的设置 刚才你有点到了这个Delink系统里面 可以连接蓝牙无线 你也可以连接个人热点 也可以控制音响 还有这个相关系统方面的操作 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个SOC的这个溃电和保电的一个设置 那除了正常的车辆设置的话 导航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你正常打开导航页面之后 你可以搜索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用这个Delink系统去导航 那导航的话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 这个车所有的功能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平板 开放式的平板 你可以下载你所有想下载的软件 那你可以在我的应用市场里去下载 那这个车的话也可以当成一个平板 去聊微信去刷抖音 去下载这种购物软件 在购物软件上进行购物 这些都是可以一起操作的 那另外这个版面的话也可以 操作这个车绝大部分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空调 空调的这个温度的调节 这个风量的调节 前窗的储物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Delink系统去实现的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语音唤醒它 你好小迪 播放音乐 它也可以通过这个语音控制去播放音乐 因为这台车的车载流量还没开通 就正式交付给客户的时候 车载流量都是开通的 就能通过这个系统去操作很多整车的功能 还是非常智能的 而且这些都是字眼的还不错 是的 我想就后排感受一下 可以 那我们到后排看一下 哇 这个空间不要关啊 呃我们现在来到后排 就刚才的话 您在前排是把主驾驶位调到了一个你正常的驾驶的位置 偏重型的人的这种身材来讲的话 我的腿部空间差不多有个两拳的距离 就所以说这个后排整体的空间的话是比较大的 那呃市面上好多的混动产品 呃它整体的因为有这个发动机和这个电机的这个零部件 所以它整体呃在下面布局的时候传动轴 呃特别是在中间后排中间的位置会有个隆起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车的话 呃中间部分也会有一小部分隆起 但整体的话 跟纯电的产品呃基本是不相上下 基本也是属于一个纯品的状态 嗯 还是还是感觉还是质感非常的好 这方面还是很舒服 而且没有什么味道 啊对 嗯 那我们整车的话 这款车这个呃最低配的价格就是166,800起 嗯 啊这整体还是定位的话还是比较亲民的啊 整体主打还是这个贴合整体市场的 嗯 这个主流消费就这个级别主流消费市场的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辆车的尾部 而我们的尾部的话也是目前当下新能源产品的一个主流的设计 整体也是一个贯穿式尾灯的这么一个造型 嗯 那我们后排的这个后备箱空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呃整体的话因为是轿车 那整体它的重身会比较深 那整体的储物的话这个呃可以满足我们日常家庭出游的这么一个需求 看着非常大 嗯 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展 嗯 呃是这样的 呃因为这个展会的这个主题是属于金砖 嗯 国家的工业革命展 嗯 那工业革命的话我们汽车也是工业产品的当中的一个分支 嗯 那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号召 因为我们我们知道金砖国家这个实际本质的意义 叫世界新兴市场 嗯 那今年2023年对于我们比亚迪品牌来讲也是立足国内往海外大力发展的一年 嗯 所以借着这个金砖国家的策略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工业革命展会去向全世界呃特别是向我们金砖国家去展示我们自己的这这么一个汽车工业的一个情况啊 啊我们也希望通过用技术用实力用创新啊去给呃立足中国市场去给世界去展示一个不一样的比亚迪 我们看了这么多传统行业以及汽车品牌呢其实我们这个展呀还有一些机器人在呢你看在我对面就有两个机器人现在正在运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是 鞋浮涂胶机器人哦给鞋涂胶是吗对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呃因为传统的鞋浮行业啊嗯它在这个涂胶工作环境里面是有一定的污染性然后呢劳动强度比较高嗯再有呢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愿意被束缚在生产线的周围 那当然了我们会用整线的形式这个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工作站嗯呃取代了原来传统的涂胶的污染性嗯然后呢劳动的这个工作强度嗯以及说这个对也有对鞋的质量有很大的提升嗯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了这款机器人那基于说福建也是鞋浮啊 嗯特别聚集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现在中国也是全世界智协的一个大的一个地区嗯呃尤其国产品牌的兴起崛起基本上都是在福建晋江这一带嗯所以它有很好的产业基础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通过我们心松解决 在传统行业里面的这个这个数据化转型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项目嗯感谢那我们这个展的话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嗯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在机器人在传统的这种工业领域里面啊呃对越来越深入到跟人息息相关因为原来大家对机器人不了解嗯因为它往往是在生产端甚至生产的比较前沿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它鞋跟大家息息相关嗯那这样的话它也随着工业产品随着消费品走到了人 人们的视线前面嗯嗯包括另外一款的这个清洁机器人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工厂啊或者包括大型的场馆里面清洁保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我刚才一直在讲说现在是机器换人的这一件事情啊年轻人越来越不会从事这样的工作嗯他们越希望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那这样传统的工作是不能消失的那就要由机器人来替代像这款我们原来是基于新能源这个车街开发了一款这个车街 清洁机器人它可以24小时无休的就保证车间的6S管理的清洁度那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一操作性啊也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去就是在它的这个使用程度上大概降低了它使用难度啊基本上都可以上手那它也可以应用在像机场啊大型商场里面因为现在保洁人员也是行业缺失的一个一个重要的工种所以我们现在这款机器人也是相当于说从工业走向了服务业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量呢 是把工业跟服务就是工业服务商这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在新专国家啊做工业输出甚至是工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哦明白可能这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展的一个原因是的是的而且参加这个展也很有收获因为包括其他各国都来会来看我们的产品也对我们产品有印象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产业需求跟我们新松跟我们机器人国产智能制造的相关联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展会非常有意义 相信大家对我手上的这个小东西不陌生吧这个是大江出的一款云台相机我可以看到这个展台这边全是我们经常在商店里面看到的大江的那个通用的一些产品 可以摄像摄影啊家用都可以但是我在逛展台的时候还发现有很多无人机都是我没见过的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是哪一些无人机你好你好你好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展台上大江的亮点是什么可以的呃大家看这个盒子是我们11月8号刚刚发布的一款大江机场2 它平时的主要用途就是作为24小时的一个无人职守的一个飞行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平时起飞需要起飞的时候盖子就这样子打开 嗯然后飞机进行起飞进行一个任务操作 平时我们可以在后台设置好定好所要飞行的一些航线飞行任务 嗯进行一个定时定点的飞行或者是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后台电脑控制进行飞行 无人机它起飞之后正常飞行回来它会通过底下的无线充电的模块进行 嗯然后它自己会飞回来是吧 对自己会飞回来降落然后盖子在盒上进行充电 像一个小机器人 对有点像反正就是进行一个无人操作了就是无人职守智能化 像这一边是我们的比较便呃比较适合单兵操作的一些飞机 嗯这个是预三E它更偏向于测绘然后像我们的预三T它是有56倍的一个变焦相机以及热成像相机 所以它更适合于一些呃单兵的进行一个巡检啊搜索啊这一类的一些工作 嗯大疆是不是还出了很多针对各个产业的这个机器 对大疆也有一些比较功能更多功能的飞机 嗯像这个是我们的M350RTK嗯M350RTK呢它这底下是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掌机所以没有配备双云台模块 嗯它底下是可以配备双云台模块可以根据你的任务所需任务不同挂不一样的任务挂载 像我们有全彩夜市有喊话器有抛头器还有H20T的这种多合一的云台 嗯嗯呃包括气体检测仪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应急消贩 我可能在一些应急指挥作战的时候 嗯像假设在某一个港区发生火灾 我们的飞机可以起飞进行通过相机的侦查热成像的一个定位火点 然后再背负一个气体检测仪检测有没有有毒气体的泄漏 所以这是多功能的飞机 我看这个周围有好多摄像头 对这些摄像头是进行一个视觉避站 就是在避免人员的一个误操作导致转机 这个是辅助功能的 哦 对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的M30T 嗯 开机给您看一下 好 这个主要用于哪个场景 其实这个跟它的一些功能有稍微一点点重合 但是它是呃我们的M350RTK 它是被更换挂载进行多功能 嗯它的一个镜头是固定的 嗯然后它有热成像有激光测距 还有变焦跟广角相机 嗯同时它顶上可以背负一个喊话器加照明灯 嗯 也是比较适合于单兵操作 然后进行巡查巡检 呃包括公安有时候呃任务搜索啊 嗯或者是记录证据啊都可以进行这个操作 嗯那你刚刚说变焦什么的能给我演示一下 可以的嗯 这边那我把它给移过来 好 这边是我们的主摄镜头嗯 嗯我给大家把镜头给抬起来 呃 把镜头给抬起来看一下 我拍那个板子上面的字 那我挑战一下拍红色那个吧 啊是吗可以吧 我拍后面红色这个 好好好 这个我点到变焦相机之后 嗯进行变倍 这个是40倍的效果 这是80倍的效果 这是160倍 这是200倍 天呐我们可以随镜头看一下那个红色的标记真的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 但是他这个变焦就非常清楚了 我本来想让你拍蓝色牌子结果你挑战了一个更大 是的 是的 然后像我们一些我把这个焦段给变回去 嗯 然后进行一个红外 这个是红外的相机 嗯 红外热成像 然后就假设我们在一些寻查火点的时候我可以框住 我可以测出这里面最高温多少度最低温多少度那边可能是灯比较亮 所以他有47度将近50度这边有一些人员在动桌面可能比较凉20多度 然后点我们如果进行还可以点击分屏模式会更直观看得更直观 嗯 再退出来我们还有这种机关测距 点开之后我的中心点会出现一个位置距离35.2米 嗯 就相当于我的镜头到这个位置是多远的距离 哦 还有个测距 对可以测距可以定位打点 嗯 就是记录 真的做到了辅助的功能 是 现在的飞机可以进行很多的辅助操作功能 嗯 包括像这个是我们的电影机 我们拍摄电影啊 拍摄一些电视剧轩蓝片就会比较用到这个物三 这个是就影视行业的 对影视行业的 对 那我们这个大疆是第一次来参展吗 对 还是经常来 大疆 大疆的话 金庄是第一次来参展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展会的方式 让更多朋友呃特别是像这种国际性的展会 让更多 这种伙伴 看到我们大家 认识我们大家 好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您好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哦 我们公司是做那个叫 测终于卫星摇杆的一个前站式的一个卫星 综合服务的一个 呃服务商 然后这个是这个卫星是我们 为厦门首个定制的 城市的定制卫星 它叫厦门天卫科技一号仙岛星 然后这个卫星的特点是 它是具有0.75米的高空便利的一个 呃 摇杆卫星 然后它的重量只有30公斤 嗯 然后我们记忆这个卫星摇杆 然后结合那个 我们跟国内的航天体系的 还有通科研体系的 嗯 共同固件的一个叫通导窑 融合应用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已经是 列入我们厦门市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然后它也是列入了2023年的 那个数字福建的一个重点项目 嗯 然后这个 像这个我们也有开展一些 啊 航天科研那个研协的活动 这几个就是我们为沿水打造的 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品 嗯 主要是这几块 嗯 然后其实我们更测动的是叫 卫星应用这块的 嗯 然后主要是面向政府啊 还有面向商业的一些 比如在农村农业啊 还有应急啊 还有在水利啊 在生态环境啊 还有这几页方面面的应用非常多的 其实我们更测动的是 卫星应用 利用这个大的一个应用底盘 然后支撑我们整个行情体系 从上上上中下游 一体化的一个潜在式的 一个五星航空商 嗯 主要是这个 嗨 您好 哦 您好 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做的这个产品 好的 我们是福建 福建金峰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金峰科技呢 是金峰科技的全知识公司 那金峰科技呢 也是在风电装备的研发制造领域 也是领军企业 在这个领域里头呢 金峰科技连续12年 它的市场业绩是中国第一 全球前三 特别是去年 呃 当年的市场占有率 实现了全球第一 哇 那这也是得益于 呃 福建省委省政府 对福建峰科技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 嗯 那您讲到了产品 嗯 我就给您介绍一下 产品的情况 好吗 好 嗯 嗯 这款产品呢 是金峰科技和中国三峡集团 合作研发的16兆瓦海上风电 大容量机组 呃 这款机组呢 是去年11月份 在福建省 福清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下限 下限以后呢 今年的6月底在福建省的平潭海上风电厂 吊装完成 7月份并往发电 那我们金峰科技呢 跟三峡呢 呃 密切合作 在三峡平潭海上风电厂上 创造了单机单日发电量的全球最高记录 哇 一天发电量达到了38.41万度电 38.41万度电呢 这个就能够满足呃 应该是17万 哇 17万人一天的用电量 嗯 对这还可以 我们大概这个风机啊 一年的发电量是 6600万度电 嗯 这个 可以满足 3万 5千 啊 3.6万户 5口之家 嗯 一年的用电量 嗯 所以还是比较前进的 那我们一般如果要是再安装这个的话 能安装多少 呃 安装要看我们 目前我们呃 首先是实现小批量的应用示范 嗯 这个很快呢 会在呃 今年年底 向三峡 张浦海上风电厂 嗯 供货 呃 10万千瓦 10万千瓦 差不多就是呃 吧台 在张浦要装吧台风机 这吧台风机呢 明年将全部 并网发电 立足福建 嗯 面向台海辐射海湿沿沿岸的国家和地区 嗯 这款风机 适用 范围也比较广 嗯 呃 目前呢 也积极在推向国际市场 嗯 也会向我们金砖国家呃 呃 推广这款风机 目前金融科技啊 已经跟金砖国家的 呃 呃 南非 都有合作的项目 我想今后这些海上的超大容量风机 也会逐步飞向这些国家和地区 金砖科技的目标呢 也是让这种呃 清洁可再生 而且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绿电走向全球的千家万户 嗯 厉害厉害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希望我们那个呃 明年您的这个规划都能够实现 好 谢谢 嗯 我们刚看完福建风力发电的高科技产品 在我的这个对面呢 还有福建的这个福传集团 他们主要就是来做电动福建 以及船舶行业新能源的龙头 现在这边我们能看到他这里展示了有三个船舶相关的这个主要的构建 他这边主要是介绍了他的一个电池舱 来讲解他们是整个电动船研发的一个总装的基地 以及58米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货船 从他们的模型中也是能够看到 还是非常具有这个技术的一个难度的 但在我眼前的这些不同样式的智能终端的屏幕也很吸引我 大家看这边有不同样子的屏幕 是不是我们家里面都常规所看到的呢 那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你好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做的这块的核心 我们在这边展出的有几个系列 第一个我介绍的第一个系列是我们的OLED的系列 这款是柔性屏幕 卷曲 它可以展开 这个技术以后你看这个以后可以做些画轴啊 一些产品都做 第二个系列是我们的MicroLED的系列 像这款是柔性的 你觉得它一样是柔性 但是它们显示器件是MicroLED的 这一款是MicroLED这位透明屏幕 它的透明度是70% 可以做在汽车的前挡玻璃 或者在厨商的厨柜上面 这款屏幕的这个目前也是世界顶级的 就最高手型的透明度的显示屏幕 那第三个系列我们介绍是我们的液晶的 或者说其他这些应用 那么液晶的像这一款是我们做的车载的中置上面 这个是仪表板 或者是我们这款液晶的产品是我们做的车 是在舰载类的船上面用的 和我们的医疗比喻 我们在这边是有各个系列的分领域 这边还有一款是车载屏幕 哦 这款屏幕也是个大型的 现在国外厂商很多厂商在用 其中有一块比较特殊的屏幕 在中间这一块 您可以现在看是木纹的 对 我现在点好以后 你看 天哪 它竟然出了一块显示屏幕 它这里出现了一个Hello 它出现了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 你看这个屏幕是可以移动的 当我在关掉的时候 你看这个屏幕 它是在木纹下躲的 这个屏幕呢 除了这个我们木纹以外 还可以换成皮革纹路 或者金属纹路 所以它是一个隐藏的屏幕 天哪 这个太酷了 这个是一个新技术的产品 天哪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我们拍